好朋友早安 今天是2022年10月20日星期四 今天与好朋友们分享房屋小广告 扫街清洁人员除了扫街外 工区内的杂草和房屋小广告也必须清除 尤其是小广告贴的速度比杂草生长得还快 拆除小广告后双面胶也要刮除 但是很难刮得很干净 还是会有粘胶的痕迹 房屋仲介拼命的贴 我们跟在后面努力的施 尤其是周末前的下午 大量的小广告充斥在每根电线杆和街灯 有人会问没办法开罚单吗 广告单上面只有手机号码 没有对象可罚 只能将手机号码停用 但是这个号码停用 他们马上申请别的号码补上 应该是他们认为这种贴小广告的方式 效果好又省钱 才会一再的贴 有时还贴得很高 让我们湿不到 有时一根电线杆贴得七八张 有够夸张 除非民众改变看小广告 联络看屋的习惯 否则前脚贴后脚湿 的戏码永远在街头上演 最后祝好朋友心想事成 平安健康 拜拜